早安气象时间 今天是星期五了 提醒大家 尤其是在整个西半部 还是带把伞出门是比较好 因为在午后还是容易有雷震雨发生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问志宇 明天开始就是微解封的 第一个周末假日了 那么天气状况如何呢 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要出去的话 还是要记得吸带一句 当然最好还是待在家里防疫需求 不过我们来看到了 其实这几天的天气都蛮类似的 就是上半天非常热 而下半天就要小心到 是午后线的降雨 我们从昨天开始看起 其实昨天可以发现到 全台湾的热区就出现在 台北市还有新北市 温度是非常高的 另外其实到了下半天的时候 各地的午后热队流发展起来 从包括新竹以南地区 还有在整个花莲台东的降雨 都是非常明显的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 一度来到了豪雨等级 在今天还是提醒大家 这种午后降雨的形态 还会持续的维持 所以大家下半天出门 还是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来看到 其实以今天的温度状况来说 部分地区还是热区 除了我们说的大台北地区之外 台北市新北市 往东走 包括宜兰 花莲台东 这些地方总共五地都要特别注意到 亮的是高温的黄色灯号 代表温度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 这种情况在上半天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其实也要特别注意到 在不晒的时候感受闷热之外 这个此外线指数其实也都是明显偏高 以今天的预报来看 各地都还是来到了过量级 甚至如果在状况 如果云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是有机会来到了危险级 此外线指数 大家要特别注意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在今天的天气状况来说 高压的势气力是慢慢地往东退 而且往北移 所以对台湾的影响是越来越小 就是这几天的天气趋势 台湾风景的环境 确实是偏东风进来 尤其你可以知道 台湾附近在今天水气 稍微的略多一些 所以午后的降雨机会比较大 而且在上半天的天气感受上 是比较闷热的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就让午后降雨 而且午后热度流发挥的效率 就会比较好一点 今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下半天 包括在整个西半部往东走 都还是要特别注意到 尤其是在各地的山区 还有在中南部 都要小心到局部大雨的情况发生 不过很快的到了晚上 各地旅室就慢慢地缓和下来了 基本上到了晚上 各地的天气就会比较稳定 而这样天气形态 会持续维持到这个周休假期 各地是比较闷热的 但出门要记得西带与巨单 口罩也要记得戴好了 另外在清晨的时候 中南部沿海会容易会有 遮雨下半天 各地会有雷雨情况 尤其在中南部 会出现好雨的机会 所以我们来关心到 各地的天气状况 今天水气偏多 而在北部地区 中午高温大致上来到了 33到35度 部分地区因为水气偏多的关系 云测稍微的厚一点 感觉上会稍微的 有点阴天的感觉 再来往中南部移动 苗栗台中张或南楼云林 也都是一个雷雨的天气形态 尤其在下半天 中午高温来到了33到35度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也都是不稳定的天气形态 在下半天 中午高温来到了32到34度 花莲台东因为影风明的关系 不定时会有些零先的雨势 至于外岛地区 则是维持一个 倾倒多匀的天气形态 八十七